我真的是好后悔哦 我怎么没有早一点给你们分享这个法式焦糖布丁 真的是太好吃了 看我们家妹妹吃的停不下来 一口下去又嫩又滑 只需要四种材料 第一步我们把白砂糖直接加入这个蛋黄里 给它搅匀 这一步的话是不需要打发的 好了之后我们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刚才备好的淡奶油 和纯牛奶全部加到奶锅里 奶油加进来 加入到这个边缘冒泡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缓缓地加到这个蛋黄里 所以说这个时候牛奶的温度不能太高 不然就变成蛋花了 你帮妈妈扶好了 好的妈妈 给它倒进来 谢谢宝贝 这个时候还有很多气泡 我们给它静置一会儿来准备烤盘 今天要用到两个烤盘 一个放温水 然后这个放布丁 摆上小纸杯 倒入纸杯的酒粉满 烤箱我已经提前预热好了 直接给它放进去 放适量的温水 烤箱的中层180度 先烤15分钟 烤的好嫩呀 时间到了 我们先给它取出来 表面给它撒一点点白糖 再次放到烤箱里 继续烘烤10分钟 表面是这种焦糖色就可以出炉了 太嫩太嫩了 上面的这层焦糖皮特别好吃 这真的是我做过小甜饼当中 算比较比较简单的了 妈妈吃 你都吃两个了